比赛开始 这就是他的优势 前五十过后 孙杨还在所有参赛选手当中的第六位 勒格洛斯是一个速度型选手 现在首先冲了出来 孙杨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 他的优势是在后半程 孙杨在前程 一定要看住身边的几个主要对手 现在第八用到的盖伊 也是因为距离孙杨比较远 还在小组的第二位 第三位 美国选手德约尔 第二个转身 孙杨 勒格洛斯现在仍然处在首位 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德约尔 现在是处在第二 孙杨已经开始加了 孙杨已经开始加了 好的 孙杨现在已经 从画面来看 定位处在第二位 看这个转身 勒格洛斯最后的五十 应该来讲他的耐力 不会比孙杨更好 进入到最后一个转身 孙杨现在追到第三位 孙杨起腿了 他身旁的德约尔也在加速 好的 现在孙杨已经是上升到了 首位 从现在位置来看 孙杨是处在第一位 孙杨 加油孙杨 孙杨加油 孙杨加油 他身旁的洛克罗斯在第一位 在第一位 孙杨依然处在第一位 孙杨 拿下 孙杨 拿下 孙杨 孙杨收获了本届奥运会游泳 项目中国队的第一位金牌 孙杨创造了历史 孙杨成为了中国用 历史上 第一个在连续的两季奥运会当中 同时拿到奥运冠军的人 祝贺孙杨 祝贺孙杨 你是中国骄傲 中国男儿 特别在第一个项目比赛里面 0秒13秒输给了 澳大利亚的货盾之后呢 孙杨能够及时调整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孙杨 也是按照自己的近战术 发挥的非常的兇色 1分44秒65 孙杨是本届奥运会当中 唯一的一个 尤近1分45秒以内的用